弹龙终于是打破了长达九轮的进球货 也期待着在今天能够连场进球 随着主裁判真伟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这场比赛已经是正式的拉开战幕了 然后呢31号饶伟辉 今天这场比赛是打在了防线的左边 各位队这是机会啊 后场把这球直接打向球门 这个球想法是好的 让他队开场之后两个边路的这个传中球 打的确实是非常的多啊 转中球再给投球攻击 球进了 士兵助理裁判这边呢 在查看这个球似乎有一次越位 第一个改变场上局面的瞬间 现在呢长春亚太队获得了一个脚球的机会 二号张宇峰来主罚 张宇峰这个球直接转到后点 门将第一下脱手了 在进区中路直接的一脚爆射 这个球硬升入网 来自8号汪进贤 刚才这个球呢在后点的处理上 河北队年轻的门将庞家俊 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很好的把这个球给处理掉 直接的一脚打门 这个球打的还是非常的突然的 直奔球门的死角而去 稍稍的偏了一点点 再是吉尿外围再次拿球 比赛这时候已经是将近40分钟了 长穿球直接往中间打 如尿尔有没有机会 这脚握射 如尿尔的这脚打门难度比较高的情况下 直接的一脚倒地握射 但是球打在了球门横梁上 运气不是特别的好 两次了 长穿下太亚呢 都是在对方后场出现传接球失误之后 马上把这个进攻快速的推进过来 然后在进区内完成了最后的攻门 这球往逐渐改 如尿尔偷球攻门 球进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这场比赛整个上半时 如尿尔打的一直都很艰苦 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和全队的节奏有点脱节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球 风险大杀气的作用还是体现出来了 做出了三个人员调整 先看一下这个球 传中球给到进区的远端 如尿尔调整 角度已经很小了 倒三角的回传 塞尔吉尿直接起脚打门 塞尔吉尿 往别路给 下半时打埃里克这边打的比较多 那些之后直接打门 这球打在球门立入上 门前再补一脚射门 弹龙 弹龙这边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庆祝 而屏幕的右上角 现在几分也已经改成了3比0了 弹龙 弹龙自己高速向前推进 这球挑船 汪继贤到了进区里 这是一个机会挑射 又一个 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 汪继贤四两拨千击 这球就还是河北队整个左路的进攻压上之后 后面是非常大的一片的空间 河北队换人啊 赵紫叶直接被换下了 丁海峰身前的这个位置 赵紫叶下半场开场之后踢的不好 这也是为什么球队把他换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直接打奥克雷的身后 这是任威直接起脚打门 这球进了 慢镜头没等放完 回到场上之后呢 这个球已经是掉到了进区里 再来看一下还是脚球 今天河北队丢的第三个脚球了 这个球又是门将 这就直接是复制粘贴的失误 和复制粘贴的进球啊 转中球再送 进区内的第二落点 河北队的防守圈解围 但并没有能够送远 如尼奥尔半转身打门 球进了 这是如尼奥尔上个赛季中超金靴 前一个赛季K连赛金靴的 射数的体现 但是上一轮还有这一轮 再看一下如尼奥尔打门 又一个 如尼奥尔这边上演了帽子戏法 这个赛季自己的第一个帽子戏法 之前是四个球 今天这一场比赛就又进了三个球 90分钟 看这个任意球 发生了折射 飞进了球网 丁海峰 通过这个定位球 一个意外的变相折射 来帮助自己的球队追回了一城 埃里克 投球点到中间 塔龙这球想打一个倒钩 但没有能够踢正球的部位 这球大脚开出 基本上这场比赛就宣告结束 好 这时候本场比赛的当支主裁判 真为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长处亚太最终是7比1的比分 大胜河北队 是7比赛的